怎么样 现在这个局势让人家担心是 刚刚讲到的 普丁在耍狠 习近平在耍狠 现在连拜登都在耍狠了 对 拜登那些昨天表示一个 非常强烈的一个 他的一个宣誓 这个宣誓看起来的主要的题目 第一个题目看他讲的就是 他跟国会提出1000多亿 1000亿美金的一个紧急拨款 1000亿美金 那1000亿美金里面的大部分的钱 其实是要给乌克兰 大概有在600亿 这表示他一个决心的问题 这是讲说预算的部分 当然1000亿美金的时候也提到台湾 也表示说他在关心这整个全球的一盘起 到底怎么下 因为目前来讲 以色列只提出100亿美金的要求 所以他给了以色列100亿美金 这大概是金额的部分 那第二点来讲 他演讲中间有些重要的一些重点 他讲到现在的世界的历史 因为这些事情的发生 恐怖主义的发生 已经走到了拐点 这个拐点 拐点是什么拐点 这些就是普丁 还有这些哈姆斯这些人 不能让他们赢 因为这些赢的话 就等于摧毁了我们的民主 摧毁了这个自由世界的民主 而且你想说他不让普丁赢 所以他居然把一个俄罗斯之前警告 你不可以给乌克兰的长城飞弹 给了乌克兰 你说这个至关重要 所以这个事情我们都看不懂 他到底要怎么打 因为目前他提到一点 他说乌克兰的战争 需要美国的领导 这个美国的领导 如果美国没有领导乌克兰战争的话 那这场战争将会让俄罗斯取得胜利 他讲的这个很重要 所以他不会离开 我继续打下去 那打下去的时候 我就知道到底什么事情发生 对 什么事情发生 所以其实关键的一个事情 就是他提供的陆军的所谓的导 陆军的战术飞弹 就是ATACM 那这个战术飞弹看起来没什么了不起 那当时在提出要提供这个飞弹时候 普丁曾经调了一句狠话 美军只要敢提供ATACM给乌克兰的话 他就要启用 战术型核武来还击 那他给了 给了现在普丁跑到北京去了 就没有回应这个事情了 但是紧接着就看到了 在这个乌克兰战场上产生了剧烈的变化 因为有这个远程武器的发展的结果 那乌克兰的战力快速的提升 这个ATACM很重要吗 对 因为ATACM本身 它的这个是远程飞弹 它用海马斯可以发射 远程飞弹据称可以 目前现在有180公里 还有更长程的 那听说这个给的型号是 1996年生产的老型号 不确定都不确定 但是结果我们看到了 他把别尔江斯科跟卢干斯科的机场 都轰炸成功 而且非常快速有效地 把他的武装直升机炸毁了 许多不知道 但是意识在哪里 为什么这个重要呢 那为什么你 他已经有暴风阴影的 其他的欧洲的导弹 也可以用啊 但这个不一样 因为这个导弹 它里面它是急速炸弹 所以它一轰炸下去的时候 会把全面性的攻击 因为它这个弹头有370颗弹头 所以它那是很快地 就把那直升机全部都炸坏掉了 包括机场也破坏掉了 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急速炸弹 所以普丁才那么计较 如果你用了一个贵重的炸弹 就是暴风阴影这种 一颗150万美金 炸过去炸一架直升机 这个划不来嘛 它现在用一颗这种 所谓ATACM的话 就把整个机场毁掉了 所以这两个 完全把那个战况破坏掉 因为乌克兰的战事 现在碰到两个困难 一个就是地雷 一个就是直升机 因为乌克兰没有空优嘛 那两边其实都没有空优 那直升机出动的时候 就可以很有效地 打击你的坦克部队 打你的地面部队 包括你现在更重要的 你的扫雷的这些装甲车 会被它破坏掉 扫雷的阻碍就会形成 你没有办法攻击 所以进步就非常缓慢 你过不了雷区 你过不了雷区 当你现在开始 如果让它的这个武装直升机 回到所谓的射程外的话 的驻地的话 就会变成180公里 200公里以外 那它就充裕的时间 突破雷区 然后突破它的 突破它的攻击的攻势 就不会受挫 争取宝贵的时间 做一个突破性的攻击 所以这个是一个 可以说是兵 介于战术跟战略之间的一个武器 非常有效 所以让你的武装直升机 不敢轻取妄动了 不 会后退 后退你飞怪来不及了 我已经突破了 所以这时候来讲的话 所以表示代表什么意思 这是非常重要一个迹象 代表了普丁也 代表了拜登耍狠 因为后面美军还有更多 更厉害的地面攻击武器 那过去一直不愿意提供 不愿意提供的目的核战 我们不知道 或许美军或是美国的策略 就是要让你俄乌战争 打的一个持久战 对 消耗俄罗斯 反正你用这个拖垮俄罗斯 是它的目的 但是看这个样子 因为你已经动到 以色列的情况之下 对 它这整个的战争的车轮速度 开始这个角度开始加快了 所以我发现说 它立刻宣布说 我要拨一千亿 然后我的决心更强烈 然后这个完了之后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 在中东战场的可能性了 中东战场可能性 今天不是已经有 一个夜门发射 对 被它的航空母舰 对不对 被它的飞弹给炸掉了 对 它的美军的飞弹 直接攻击夜门 所以表示这种作战的模式 已经产生了 那中东战场的形势 也就慢慢一步一步地 往前面推进了 那开始的时候 你看就是哈马斯 被歼灭这个的命运 它已经是一个 基本的一个作战目标 对 所以说伊朗跟俄罗斯 这个轴心圈形成了没有 已经形成了 所以他知道 普丁知道 他退这一步 他讲到历史的拐点 他没有办法退一步了 拜登不能退了 拜登没有办法退了 拜登是非要坚持在这个战场 因为他如果退的话 他的政权可能也会遭遇到挑战 甚至于垮台 总统长 黄文旭每次到了台湾 都带来很多的科技的一个讯息 这次原来是说 美国对中国封锁 现在不但是说 我东西不能进去 连我要在中国生产都不行 所以我要来台湾 找我的生产基地 但现在不止 那你找生产基地 你干嘛跑去找鸿海 而且找鸿海很清楚 就是为了车 台湾真的可以搞车吗 现在鸿海是全世界 唯一的一个做平台 做供应链的一个专业工厂 当时的概念 但目前已经成型了 三个大部分 一个就是智慧制造 因为很多自动化 很多AI要运用在生产 不同的生产制造 所以他现在对智慧制造 是一个平台 第二个就是智慧EV 就是电动车是一个平台 第三个就是智慧程式 因为你碰到电动车的时候 比如碰到你城市也要用AI 他很多 比如说你在台南 你要做公车的这些 所谓无人化等等这些 所以他有三大平台 就是智慧制造 智慧EV 智慧程式 所以他现在找到一个 是supply chain的 所以因为鸿海一开始就MIH MIH它基本上就是一个供应链 对 它的供应链很简单 它没有品牌 你要任何国家 你要你现在任何 可是你没有品牌 你也没有know how 他有know how 他有know how 他现在NVIDIA进来不就是know how NVIDIA进来跟他做的AI中心 对 他把所有很多的AI的部分 像电动车来讲 他可能就标准化了 比如说现在特斯拉 现在自己发展 他自己的晶片 自己的这个软体 对不对 那你认为其他的小公司做得到吗 做不到 做不到 所以特斯拉可能有他自己的特斯拉系统 那特斯拉会不会把他自己的AI的部分 卖给作为产品 去供应给其他的EV的丢动车公司 不会嘛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就找谁呢 就找NVIDIA跟鸿海所共同组成的这个AI中心 所以他就变成说 所以我们真的会跟NVIDIA合作 他已经合作了 已经合作了 已经合作了 就变成台湾的这个所谓的EV的 就是我们讲的三大平台了 这三大AI平台来讲的话 供应给全世界各个领域不同的 一些的使用者 对 像中国大陆现在电动车第一名 对不对 对 他为什么要给特斯拉那么多特权 因为中国大陆政府希望利用特斯拉 进入中国以后 开放中国市场 培养出来一个特斯拉公司链 把特斯拉的下游整个系统培养出来 然后由这个特斯拉供应链 来带动他其他的电动车产业 对 现在目前鸿海这样做就不用了 因为鸿海这不是这样 就特斯拉供应链 它有它自己的特殊性 它绝对不可能把它核心的软铁 这些包括半导体 这些IC东西要丢出来卖 不可能嘛 所以他只是拿到一部分的东西 但是鸿海变成专业的供应链的平台的话 这个条件的话 就跟品牌之间 是一个互相融合的关系 所以NVIDIA过去跟鸿海合作 这个变成供应链中间的一个 非常核心的AI部分 所以他的AI也可以同时 放在这供应链里面 包括你的城市 包括台湾以后很多 很多不同的城市要开标 要AI化的话 智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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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 红人薰的NVIDIA 他可以帮你做 他可以帮你做这个整个 帮你设计你这个智慧城市 所需要的软体 给你演算的等等 综合性的这个电脑能力都有 对不对 但其他硬体怎么办呢 要把你做出来 其他硬体是鸿海 帮你全部配合 全部做出来 所以这个平台来 最重要的是中间 中性的平台 在三个不同领域 一个是城市 一个是电动车 一个是制造业 这三大平台 有鸿海跟NVIDIA 这个全世界第一次 如果这个成功的话 就刚刚好就享受到 NVIDIA在这方面的绝对游戏 董事长 我看不懂了 我要讲 柯文哲这一局 玩得非常漂亮 但是我给他几个评价 就是说 有梦最美 希望相随 阿便以前讲的 就是今天的柯文哲 有梦最美 活在梦想中 这第一点 第二点 他对这个国民党不了解 尤其他不了解朱立伦 朱立伦这个人 我们都认识他 我跟他不熟 但是长期他的幕僚 跟他的评价 他有一个特点 他从来没有做成功过 任何一件事 什么意思 他早上讲下午就变了 他压力一来了 他就软了 这个朱立伦是没有能力 成功推动蓝白河 你放心 可是他周伟还这样讲的 任怨任报认毁 我魔化了 那你要听另外一个人讲 另外一个总统参选人 来批评讨论朱立伦的 人格特质的话 那就听了又是另外一个故事 我们不要在那边谈太多 我就讲 他不了解朱立伦 不比我了解朱立伦 应该这样讲 所以朱立伦不会把事情搞定的 就是朱立伦有这个特 他有这个特别的特色 他怎么伸到手上 他会搞砸 你放心 去年的成功 不是他的成功 去年的成功是我们大家一起帮忙的成功 有很多的 就知道讲完成功跟朱立伦有什么关系 都他根本没有参与 几多一个桃园 桃园还有大家很多人帮忙 所以第三点来讲的话 这个就是大家要谈到柯文哲 台北市长的柯文哲 叫做实力派的柯文哲 那个时候柯文哲底气很足 讲话有力量 现在的柯文哲 叫做民众党党主席的柯文哲 叫做空心大老官 他没有料 空心大老官 他是玩别人的东西 因为这叫做贪心不足蛇吞象 靠他自己不可能当选 所以他今天讲的话 蓝还是主力 他要去蹭蓝的 他要蹭蓝的 他是喀蓝的油 要在蓝的旁边 再去掏空蓝营 这是他的机会 所以他就掏空蓝营之后 他玩玩玩过头了 都还在怎么想变当总统 因为台湾总统有格调 台湾总统有格局 那我想柯文哲 最近他们的团队跟他的表现 我想几个评价 第一个人像柯文哲 在讲这个侯友宜的时候 就给他选总统也选不上 让我讲话比较直 用讲话时 当作骂人的借口 这个好 我想尖酸刻薄 自以为是 最终之变 这个怎么当台湾总统呢 台湾总统要有格局 台湾总统如果以上 我讲这种东西 粗鲁无闻 那不是 那是不像话 这不像话的人 是不可能当台湾总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